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末日崩塌》 故事的开始,山上突然掉落的石块,似乎预示这些什么 而掉落的石块,令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发生了意外 南处雷是空军中队的一名飞行员 他成功解救了被困在悬崖上的女孩 但回到家的雷收到了妻子埃玛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劳伦斯教授一直从事地震研究 一天,他的学生金发现内华达州附近测到一组小镇群 劳伦斯跟金打算去一探究竟 在湖佛大坝的内部,金预测到了即将要有一丝大地震 但此时,劳伦斯看到桥梯正在崩塌,迅速疏散人群 而金在营救小女孩的时候牺牲了自己 本来打算和女儿一起去旅行的雷 收到了内华达州救援行动的指示,不得不前往 雷的女儿布莱克便和自己的继父丹尼尔前往旧金山 正当记者采访教授时,他的学生预测到了 旧金山也即将发生一场大地震 而此时正在与雷通电话的埃玛已经感受到了地震 雷让埃玛跑到楼顶,自己将会开着直升机去接他 布莱克在金福公司楼下认识了前来面试的本 当布莱克和继父正乘车准备离开时 地震发生了,死机当场死亡 布莱克的腿也被卡在了车里,不能动弹 但没想到,继父竟不顾车里的布莱克自己逃走了 埃玛呼吁餐厅里的人们前往楼顶 但没人愿意听,他只能独自一人前往楼顶 当雷抵达时,楼层发生了爆炸 埃玛在楼房倒塌前最后一刻挑上了营救栏,成功逃生 得知布莱克遇险,雷决定前往旧金山拯救女儿 地震还一直持续,布莱克在车里不断被挤压 碰巧,本带着弟弟奥利逃难经过了停车场 帮助布莱克成功逃出了车里 老伦斯找到了加州大学的学生,希望他们侵入电视台播放直播 告知大家地震还会再次来临 而此时,布莱克来到了电气店 打电话告知了雷自己已被救出 雷让布莱克前往克里特塔 自己将驾驶飞机去营救他们 但在途中,飞机遇到了故障,不得不扩降 他们偷了一辆轿车继续前往旧金山 但地震导致了地面出现了裂缝 前往旧金山的道路被阻断了 他们遇到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妇,用了偷来的车 换了老夫妇的飞机继续前行 而在旧金山,本发现了科伊特塔被火烧了 布莱克打算去旧金山最高的诺伯山 本却不大同意,希望布莱克能跟着人群逃难 但奥利认为布莱克拥有的急救知识多于一般人 说服了本与布莱克同行 雷来到旧金山后发现地面受损情况极其严重 根本没有降落的地方 只能带着埃马骑骑跳伞 前往诺伯山的路上 布莱克一行人再次遭遇了地震 本的大腿被玻璃刺伤 布莱克帮本取出了玻璃 搀扶着本前往诺伯山 雷和埃马也在遭遇地震时 让大家蹲在一面墙下,免于受伤 雷和埃马开快艇来到科伊特塔 发现塔已经被烧毁后,正打算离开 此时由于地震引发的海啸也到来了 雷瓦快艇开到了海浪的最顶端逃过一劫 而海啸洗转了整个城市 基夫也被货车的货柜压死了 布莱克带着本和奥利逃到了基夫的鞋子楼 由于建筑物阻挡了一部分海水的冲力 他们也并无大碍 而另一边,雷开着快艇 在满目疮痍的城市中继续寻找着布莱克 处在鞋子楼的布莱克用射线让父母看到了自己 但又一阵海浪席卷而来 布莱克等人被冲散了 看到即将被冲塌的大厦 雷立马到大厦里营救他们 但不料此时漏仓已经下陷,水不断往上涌 布莱克被困在了水下的房间里 出口也被各种杂物堵死 雷只能踹开了玻璃 解救了已经昏迷的布莱克 埃马看到本在敲打玻璃 便开着快艇撞破了玻璃 最后带着大家在大厦坍塌之际 窗了出去 雷一直跟昏迷的布莱克做心脏扶苏 在他的坚持下 布莱克也醒了过来 电影的最后 雷一家人重归于好 看着前面的一片狼藉 似乎马上就要投入到重建中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